好我们来看柯文哲已经进到了台北看守所 但他的脸书有新的更新 这应该是预录好的 直到今天的结局 这是柯文哲想跟大家说的话 请好好的照顾自己 继续认真的过每一天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我的状况 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 他有一番谈话 这是他预录的 在刚刚他进到台北看守所之后的不久 脸书上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更新 同时我们看到民众党内有许多人 也在这个脸书上都发表了一些看法 好来我们有最新的消息 会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标当中 为大家补充请随时掌握 好寒冰我们来看一下俄乌的一个最新动态 非常不寻常乌克兰一口气 七个部长请辞 连副总理都请辞 所以这个部分你怎么看呢 今天下午我跟介大使的节目当中有讨论 两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大家觉得没戏唱了 对吧这个仗要打败了 变成一个败战之国的政府高层 我搞不好会被制裁 或是会怎样之类的 那第二个就是 这个没有油水了嘛 那当然另外一个责论的讲法是说 我们需要心血要大整顿 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打击 当然打这个战争就是要靠情报 炸了乌克兰两所军校 死伤上千人 但是你看到这次打击的不得了 都是训练电子讯息 电子战的精英 现在战场上无人积压 导弹等等都要靠这些电子信号 太重要了 所以这两个学校一打之后 乌克兰是不是最后一道 他们现在无人机 有的时候还能够获得不错的一些成果 比方说深入俄罗斯境内 一两千公里 那俄新社就是说 专门培养雷达跟电子战的领域人才 现在全灭 里面还包括很多 这个包括瑞典的教官 指挥官等等 通通都有 另外一个就是红军村 据首先很多媒体的报道 当然没有经过查证 十万大军要锁死红军村 突然掉头 红军村很重要 之前立将军也不断呼吁 说这个红军村恐怕如果一被攻破的话 这个战争就进到了最后的结局 以及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报道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又在马丁诺夫卡 建立了一个新口袋的战法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双方都很厉害 乌克兰现在买无人机 买大疆 大疆是中国的 所以这是不是就老实了西方所讲的 你中国还在这个支援乌克兰 但注意哦 他是透过第三方 透过波兰的子公司 其实大疆是明白表示反对 但是没办法 他是透过波兰来买 那一样啊 俄罗斯也是他买了很多电子产品 透过什么呢 透过印度来买 所以这个美国跟西方的制裁 就等于是不存在 韩军怎么看 其实西方对这个大疆那边的制裁 是不准大疆卖给俄罗斯 可是乌克兰要买他可不明确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摆明的 就是只偏方一方嘛 那对大疆来说 他也没办法 因为他其他的这些子公司 你透过 因为他们也不会直接就是乌克兰来跟你买 对但是因为乌克兰买 当然就是做一些攻击使用嘛 所以这个我也违反了大疆的这个 对理论上来讲违反他的政策了 因为他的政策基本上是不提供 就是他是不会去介入这一场战争的 那当然大疆可能要做其他一些审核 可是对商人来讲有时候很难 明明有钱赚你不赚 其实也是很难受 那我其实在这场战争 双方都各自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 去跟中国大陆啊 各种方式去采购了很多东西啊 那甚至也不只是跟中国大陆 跟其他没有交战的这些国家 也采购很多东西 只是大家都密而不宣而已 那就看你找不找得出来 但是我必须说乌克兰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一个状况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跳车草 也就是 泽伦斯基自己很清楚 乌克兰现在情况越来越不利 他的内阁成员当然也都很清楚 那你一直劝泽伦斯基不听 你告诉他有一些 应该改变了一些方向不走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要留在那边等死嘛 当然能跑就跑 而且对这些人来说 有一些已经捞够了 所以你不相信这种 政府要整顿需要心血 你不相信这个说法 我当然不相信啊 就说拜托在战争的时候 尤其是战争遇到紧要关头的时候 你大举根换人 对我也很难相信 对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超过三分之一 对啊 这是会造成整个社会民心士气动荡的状况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政府会在这种时候能不动就不动 有的时候万不得已要动 也是动一小 一个人两个人这样动而已 怎么可能一次把内阁三分之一全部都换掉 这很明显 而且都是他们主动请辞啊 那主动请辞更糟 就表示 他根本不想在这个政府里头呆着嘛 表示他对你丧失信心嘛 所以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解读 这对乌克兰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 最高的连副总理都请辞 是啊 他两个副总理一起辞 对啊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状况 你这时候去找心血 其实说真的很难找 谁愿意跟你绑在一起 那至于说整个战争的状况 俄罗斯炸这个军效非常严重 这代表乌克兰大概是在这两年里头 乌克兰情报上面一个重大失误 非常严重的失误 因为过去这两年你不要看哦 俄罗斯常常犯情报上的错误 可是乌克兰很少 乌克兰大概被隐藏得很好 因为他们知道 俄罗斯随时在监控他们 所以他们会尽量避免聚集 然后也尽量就是 如果能够不对外界宣扬 就不对外界宣扬 结果这一次是被抓个正着 你看死伤一天报得比一天重 一开始说死伤死48个 然后伤几百个 后来变15 11个伤个六七百个 现在越来越多了已经破迁了 上迁了 你要知道乌克兰的通讯雷达人才 没有多少人 一下子死破迁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大概是教官跟学生 几乎都死光 里面有这个瑞典的教官 很多西方的在这边做一些指导 所以第一个西方 你要再找人来填补这个东西 恐怕没那么容易 然后再来他的学生 因为学生也不是 随便抓一个人来就可以学的 这些人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培养 等于他们过去这段时间 培养的学生几乎都耗尽 那你要重新再来 抱歉大概至少要两年 那在这种状况下 你这两年你的战争 就严重缺乏这方面的人才 对这种新型战争形态 没有就电子战的精英可以 所以接下来乌克兰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都要面临挨打的状况 那这个对乌克兰来讲 这是可以接受的嘛 然后红军村这边更惨 也就是他们本来的战略 一直希望把俄军的主力 引开这个地方 结果没想到 现在就是俄军主力 始终在这个附近集结 而且现在他们 我觉得他们在自我安慰 说你对俄军形成口袋阵地 人都比人家少那么多 你要口袋什么 你不要被人家反口袋 被人家整整 人家根本不用去你的口袋阵地 人家直接把你反包围了 那请问你怎么办 我觉得乌军 除非你有把握现在短时间之内 从北约这边得到大举的增援 不然的话他们要考虑一个步骤 就是红军城丢了之后 你要怎么办 所以我跳到结论 韩冰 你乌克兰撑得过九月吗 我现在觉得很危险 真的非常危险 红军城恐怕在九月前是守不住 只剩下最后五公里了 对 因为越来越迫近 而且据说速度越来越快 搞不好这几天 就直接打到红军城门前 所以我觉得九月要守住 红军城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挑战 对 好来 感谢大家 来我们进到今天的第二章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跟我们台湾相关的 我问一下张将军好了 国防部九月三号 争获了中共个型的战机 无人机配合滚装货轮 装载地面部队 在福建的东山大城湾 联合两栖登陆演练 这个对军事有点概念的人 看到这几个关键字 心头大概都会一震 我们的今年的汉光演习 就特别纳入了应对 这个滚装货轮的这个威胁 为什么它对我们的威胁这么大 那美国去年在中国军力报告当中 也特别写到 中国大力建造用于军事用途的民用滚装货轮 注意它是民用 那它对于台湾有什么样的风险 木马屠城吗 我们在绿营的论述当中 很常看到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个是我们可以讲 这个民转军 军民何用 它这样子用的话 将来这始于登陆作战的时候 要用的 因为登陆作战之后 整个摊头堡建立了 桥头堡建立了 就可以实施行政下泄 这个时候海权 海优跟空优可能掌握在共军手上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做行政下泄 港口利用港口 所以滚装过人就上来了 你可以包含这些资重 坦克 甲车 火炮都可以上来了 滚装过人 它军舰负责控领整个海游海泉 然后这些整个海上的航道 那就交给这些民用的 动员过来的 这些船只军舰 不管是滚装过人 也包括其他的这些商船 游轮都可以动员 那中共现在在演练它动员的状况 演练动员的状况 都动员完毕了 演练装载的状况 装载装载完毕了 演练下泄的状况 整个要很熟人 那整个整个动线可不可以 动员可以 装载可以 下泄可以 那其他的整个海上航道安全 交给海军了 你海军的话就一个 海上的一个航道 这个海上航道 这个战略航道 海军就来维护 所以张军你怎么看 从佩洛西当然是个大拐点 到现在为止 各项解放军战机的编队 各项三面包围 两面包围 什么预约海峡中线 然后海警 还有他们的军舰 无人机等等 到现在为止 已经开始演练 两棲登陆 滚装货轮了 你怎么看待这个进程 因为它有设定 现在2024年 那2025 他讲过2027是底线 2027是底线 这些相关都要先就绪 所有的战术都要 都要先就绪 要不要动手 上面来下令 那自己这个条件 你还要具备 那这个调片区内平常就要开始做演练 而且你他这个演练 不是说跑到好远 在东北 在这个 在葫芦岛之后演练 直接到当面 你在福建 在浙江 演练就可以了 那交给东部战区 因为平战结合 就在当面 对 因为这个滚装货轮 装载量很大 但他又是民用的嘛 所以在这个成平时期 怎么讲 就是看到他靠近 你也不能怎样 但突然之间 可以去转战 因为他现在也发现到 上次立江原讲 就是蟒蛇战略 把台湾越说越紧了 你看他的那个飞机的 那个轨跡越靠越紧 那我们 那只能说 我们为了达成这样明星 不要受到那么大的影响 就那个飞行的动态 不断的改版 不断的修正 改版现在的话 连那个机型 什么架次都不报了 距离 后来再改版 距离也不报了 只要一个框框而已 就变成这个样 然后这样子不断的 压缩压缩到之后 台湾在这个心理上 也慢慢习惯了 那慢慢习惯 这个是很可怕的 慢慢习惯了 就变成木杂土层剂了 因为你习惯他过来 哪一天 他在那边演习演习呢 有眼转战变成真的了 为什么 现在这座演练 然后永远战变 我们可能应变不及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 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您的KS Royal Care 我特别喜欢 我特别喜欢 你呢 我特别喜欢